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4年5月18号星期六 我是佳元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民间歌词曲作者徐林 因网络言论遭广州警方抄家和刑拘 中国官方发布工业向好数据 央行3000亿贷款清理楼市 美国加征关税之际 中国多家车企启动裁员计划 习近平拥抱普京 中国网民怎么看 本台推出特别报道 海峡两岸领导人的执政模式有何不同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民间网络歌词曲作者徐林 涉及网络言论 本周四被所在地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国宝带走 至今未获自有 根据徐林七次披露 国宝把徐林带走后又抄走了他家的电子设备 向前请信本台记者前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湖南异议人士 民间词曲作家徐林 本周在广州被公安带走及抄家 徐林的好友 现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刘四坊 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披露 本周四上午10点左右 徐林被国宝带走 下午徐林的妻子被警方告知要到他家搜查 遭到拒绝后 亦被带上警车 当时众多警察及便衣集结在徐家楼下 刘四坊周五上午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徐林被警方扣留已超过24个小时 情况不明 他说 刘四坊从徐林妻子的口中 得知徐林被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 东勇派出所警察扣押 家里的电脑 徐林的手机被警察从家中拿走 他说 当地的这个警方和这个常年负责徐林的这个国宝也来来了很多的人 在他家楼下去他家做个搜查 然后徐太太就是说 不同意 你要搜查 你需要有搜查证 那后来他给我回信息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被这个扣在警车上了 国宝跟他讲 徐林被关在那个当地派出所 但是在他家手机电脑 所有跟徐林有关的这个物品 本台致电扣押徐林的广州市东勇派出所 查询徐林被扣押的情况 接听电话的公安称不接受电话询问 要记者带有效证件亲自前往了解 他说 徐林曾因在网络上发表真编实壁的创作歌曲 多次被公安传唤和警告 2018年12月被广州市南沙区法院以循性滋事罪判刑三年 法院的判决书指徐林无视法律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涉及国内重大事件的虚假信息 混鸟视听蛊惑群众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又指徐林利用信息网络多次辱骂国家领导人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广州一位徐林的好友马先生告诉本台 徐林被捕与言论有关 两周前徐林曾在社交平台X上发声说 如果我再次被中共逮捕我坚决不请律师 任何指定的律师我也都不接受 在当今中国对于我这样的政治犯 律师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徐林在湖南诸州家乡的好友 异议人士郭敏对本台说 徐林敢说敢言 不畏强权的性格 在诸州朋友圈受到广泛尊重 我们有个诸州公民群 我们都在一个群里面 徐林这次发表声明 那就说明他可能自己有预感 可能会再次遇到麻烦 他在被抓的坐牢的三年期间 我们诸州公民群 多次帮大家去看望他的父母 2017年9月26日 徐林被捕前曾写了一首 名为《还人真相》的视频歌曲 其画面呈现黑龙江青岸访民徐春鹤 和阻止其上访的警察发生冲突 然后被警察击毙的情况 之后徐林被警方从湖南老家带走 最终遭判刑入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前浪刘邦云报道 中国政府5月17日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4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速加快 服务业也持续复苏 但是房地产销售仍不见其色 中国央行推出3000亿贷款轻库存计划 鼓励地方国企收购代售房 一下是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的数据指出 4月份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6.7% 比上个月加快了2.2个百分点 然而在消费支出方面 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仅增长2.3% 这样的增速不如3月份的年增3.1% 在投资方面虽然一到四月份 中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加了4.2% 但是四月份环比是下降0.03% 其中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将近一成 新屋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双双大幅下滑 同比分别下降了20.2%和28.3% 二手房的数据也没有好转 四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年减8.5% 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了6.8%和6.6% 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目前中国房地产余物过剩无法去库存 对民众而言如果此时进场买房不仅套牢 还可能跌价 在没有看到底部之前只会抱持观望的态度 目前没有特别的明显迹象已经触顶 大家都在等中共中央是否出台新的政策稳定方式 中国房地产数据惨淡 中国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拉抬房市 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一场视频会议中发表谈话表示 中国政府可酌情收购部分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龄17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进一步指出 中国央行将设立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的价格 收购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 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旅美政治评论家任松林对本台表示 他在国内许多好友与同学都感受到无论是失业率还是降薪 房地产暴雷生活压力非常大 民营企业几乎是奄奄一息 他提到中国过去经济欣欣向荣 主要是房地产提供大量资金 再投入基建和房市 车轮滚滚带动钢铁 机械制造等行业 一旦火车头失去了动能 对中国经济不是好兆头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稳定 延续了回升态势 却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性 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企业经营压力比较大 风险隐患较多等问题有存 中国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 回升向好基础需要加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川埋台北报道 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激烈 导致理想汽车和广汽本田 近期再次启动裁员计划 业内人士说 车企为了获得政府扶持大量生产汽车 导致产量过剩 另外美国对中国汽车开征百分之百的关税 意味着将有大量的车企倒闭 倾听记者千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中国电动车厂理想汽车正在进行财人计划 按该公司去年财报的数字计算 被财的员工将超过5600人 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5月16日报道 理想汽车内部正在进行新一轮全公司的人员财人 整体财人比例超过18% 2023年财报显示 理想汽车近31600人 按照财人比例来算 这轮财人涉及超过5600人 湖北实验汽车制造业人士周骏陶 本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现在汽车产量过剩 当地许多空地停满了新车 据报此次财人较多的部门是招聘部 销售服务运营部和智能驾驶部门等 报道引述知情人称 4月底理想管理层通过了最终的财员名单 本月初启动的财员计划将于月底前结束 理想汽车希望在6月15日员工股票解禁之前 完成大部分计划 3月底理想将今年交售预期由65万至80万 调低至56万至64万辆 截止到5月16日 理想汽车官方还未对财员做出任何回应 周骏涛对本台说 汽车企业均得到地方政府支持 如今政府财政不足 车企经营更加艰难 由于销量下滑 广州本田汽车正在缩减其在中国的全职生产人员 广汽车本田一开始在正式员工中征集自愿离职人员 目前已有约1700名工人同意离职 约占其生产员工总数的14% 界面新闻就此事向广汽本田确认 得到肯定的回复 中国企业业内人士韩国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中国企业对于汽车卸销的解释是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贸易壁垒 实际上中国汽车产量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广汽本田自2020年的销量达到历史新高后 其后本田在华销量已连续三年下跌 由2021年的156.15万辆车下降至2023年的123.42万辆车 其中广汽本田销量从78万辆车下滑至不足65万辆 今年1至4月本田在华销量为28.07万辆车 同比下滑10.9% 由于市场表现不如预期 从去年12月至今 该企业已经进行了两轮裁员 业内人士韩国光说 虽然美国进口中国汽车数量相对其他产品 并不构成对美国汽车市场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中国汽车行业的内卷 嗯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展开第二天的访华行程 他由北京抵达黑龙江省会哈尔滨 参观圣母守护教堂和哈尔滨工业大学 有100多年历史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当年采用俄语授课 见效的宗旨是为俄国控制中东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目前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以下是记者前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本周五普京参加俄中博览会开幕式和俄中区域合作论坛 又与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黑龙江省省长短暂会面 以及向苏联战事纪念碑进线花圈 参观圣母守护教堂和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俄两国领导人前一天会谈后 共同签署并发布有关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双方商定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又反对任何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企图 并再次对美国为维持自身绝对军事优势而破坏战略稳定的企图表示严重关切 将加强协调配合应对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前官员杜文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哈尔滨曾经被称为东方莫斯科 齐在历史上受大量俄罗斯移民影响 他说 据公开资料显示 哈尔滨工业大学始建于1920年 当时校名为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 建校的宗旨是为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学校按俄国的教育模式办学 1922年4月2日改名为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 1928年以后又多次移民 中共建政后 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 于1996年革命为电子与通信工程系 2003年成立电子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2009年革命为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设有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对抗技术 摇杆科技与技术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智能测控工程六个专业 其中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信息对抗技术 为中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杜文说 当年由苏联专家援建的哈工大 一直沿用苏联的教学模式 普京到哈工大访问的心态非常复杂 据韩国朝鲜日报中文版网站周五报道 普京计划访问进入美国制裁名单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与学生和教职员工对话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在中国军事计划中 发挥核心作用的七大军事学院之一 2020年因试图利用美国技术开发导弹 而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制裁对象 普京访问哈尔滨的日程 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陪同 黑龙江作为中俄贸易的重点对口省份 哈尔滨又是黑龙江省会城市 北京学者张成对本台说 普京访问哈尔滨无疑是告诉西方国家 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另一方面是俄罗斯要加强与中国在航天 远程武器等军工领域增进合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前浪刘邦云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华之旅 星期五进入尾声 普京在中国受到了习近平等 最高领导人的热力款待 然而当即却在此期间 加大了针对普京访华的网络言论审查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四抵达北京 开启为期两天的对华国事访问 同日普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共同签署了关于深化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这份长达万余字的官方文件 对外宣布 中国与俄罗斯不寻求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却多次点名美国并抨击其霸权行径 在经贸合作之余 俄罗斯支持以各中国原则和南海利益 而中国也为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指称双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达成一致 周四晚间普京从北京飞抵哈尔滨 网传消息显示 哈尔滨当地学校发布通知 要求家长一定嘱咐好孩子 要注意言论 不要在社媒上发布任何 与普京到访相关的内容 这份通知还警告 网络安全管理非常严格 不要触碰法律红线 普京此次到访场面宏大 其中更以官方新华社的描述最为热烈 报导指普京与习近平热情握手并合影 二人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 边走边谈 领水而坐 共挺相民 官媒依照此前习近平的公开表态 将普京访华描述成老朋友见面 不仅如此 在中国社媒平台微博上 各大发布普京访华讯息的 中国官媒及政务账号下方跟帖的网民评论 也经过过滤 仅公开显示一些符合官方叙事的内容 身在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林生亮认为 当局担有与俄罗斯交好的外交政策 会引起民意反弹 全世界除了中国哪个人会邀请 而且用很隆重的那个仪式去 欢迎一个国际战犯到这个国家来 担心有人会去 提到他是国际战犯啊 或提到海森崴的那个死亡事 即便如此 中国官方仍难以阻挡 社会对普京此次访华的不同之声 原新浪微博审查员刘立鹏告诉本台 中国在敏感时间节点 开启对外国领导人的网络审查 早有惯例 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言论审查最甚 普京访华的话 他争议性就更大了 他是国际战犯 在墙内其实批评的声音也非常非常多 名声非常的臭 而且他们的恶名会直接就是就牵连到那个 中国人骂自己领导人身上 就骂回心灵头上来 他还认为 中国当局加大对外国领导人的网络言论审查 其背后的逻辑是 不允许任何潜在 针对中国自身官方外交政策的质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中俄深化关系将进一步加深 对加拿大北极地区领土的威胁 因而引发加拿大朝野的关注 加拿大也更新了国防政策 将捍卫北极防堵中俄野心列为重点 加强在北极地区的监视和作战能力 请听记者柳飞的报道 俄罗斯常年在北极军事基地进行演练 在北极航道上加强航行探索 中国也从未放弃在北极的活动度 基于中俄两国领导人再度会面 双方承诺在包括太空 军事和能源等关键领域深化合作 对加拿大而言意味着北极领土和利益 遭侵蚀的情况恐将加剧 曾任加拿大国防副部长的冯杰尼表示 中俄两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上造成的影响令人担忧 我们对中国和俄罗斯更具侵略性的行径充满忧虑 中国企图并吞台湾 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 而他们对我们的北方领土也虎视甘丹 美国情报策略分析公司 今年稍早公布的数据也显示 2022年1月起 18个月内 共有234家中资公司 在俄罗斯控制的北极领土上注册运营 比前两年增加了87% 报告并提到 被西方制裁之后 俄罗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向中国开放北极 包括投资开发俄罗斯的北海航线 以及能源探勘 去年8月 中俄两国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的 白令海国际水域进行联合演习 加拿大军事情报部门 早已经不断公开警示 中俄在北极合作上所带来的风险 冯杰宁说 加拿大要捍卫北极 最重要的是必须投入更多资源 加拿大政府上个月 公布了一项新的国防政策 名为 我们的北方强大而自由 主要就是为了加强在北极地区的监视 和作战能力 政策宣布在未来五年内 追加81亿加元 也就是约430亿人民币的国防开支 而未来20年会有额外 约3876亿元的人民币国防资金投入 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 本周访问了美国华府 在多个场合都提到 中国和俄罗斯对世界安全带来的危险性 他说 我们看到更多来自中国 具侵略性强硬的和精细性的行动 对我们的国家利益带来了挑战 布莱尔表示 去年1月和2月 中国的间谍气球飞越阿拉斯加 加拿大和美国大陆的事件 敲响了警钟 显示北美已经不再是免受第三国空中活动的地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5月20号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即将完成第二任期 并将权力移交给下届领导人赖清德 过去8年来 台湾在蔡英文的领导下 在各领域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与海峡对岸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相比 其执政理念和模式上又有哪些不同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5月17号是台湾的总统蔡英文 任内最后一个台股交易日 加权指数中场收于21258.47点 台湾中央社指出 蔡英文执政8年 台股至今累计涨幅超过1.62倍 今年以来的涨幅近19% 居亚洲之冠 并在全球主要市场当中名列前茅 台湾行政院在此前一天的院会上 通过了蔡政府执政8年施政成果报告 显示8年来 台湾平均经济成长率达到3.15% 据亚洲四小龙之首 美国经济学者于伟雄告诉本台 同期相比 中国官方公布的总体经济成长率 虽高于台湾 但专家估计实际远低于此 尤其是三年疫情封控 导致中国经济饱受重创 房地产危机爆发 外资纷纷撤离 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同时美中竞争态势之下 越来越多国家采取对华去风险的政策 学者于伟雄指出 中国经济面临许多长期结构性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 他指出 自从蔡英文八年前首次就任总统以来 北京持续打压台湾外交空间 先后有十个国家与台湾断交 不过与此同时 台湾与美国 日本 欧盟等其他国家的关系 却在持续深化拓展 各国议会与经贸访团不断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 叶耀元指出 就其结果来说 台湾有更实质的一个可能性 想办法去参加这个国际事务 然后在背后美国也更愿意大力支持 我觉得这个方面台湾是有显著的进步的 叶耀元说 全球民主阵营对抗极权的模式 现在已经越来越显著 很多国家挺台 也是因为台湾是民主政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习近平对台湾 以及周边国家日益强硬的政策 也让台海问题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美国白宫国安会 原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告诉本台 以下翻译由人工智能代读 对比过去八年 蔡英文领导下的台湾 和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大陆状况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 两条道路两种价值观 导致了两岸截然相反的走向和结果 唐靖远强调 两岸鲜明的对比 根源是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 由于台湾处于中国大陆的东南 所以唐靖远说 目前台海两岸已经出现了 实际意义上的东升西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关注在中国武汉疫情期间 被捕并遭判刑四年的 公民记者张展 以及失踪已经长达29年的 西藏班产喇嘛的下落 公民记者张展定于本周一 也就是5月13号刑满出狱 但目前下落不明 本台此前曾报道 张展原定出狱当天 多位打算前往上海女子监狱 迎接的志愿者 被当局阻挠和警告 上海访民沈彦秋 在张展出狱前一天告诉本台 当局多次告诉他 张展案情重大 不要关注张展 此外 本周五是西藏精神领袖 班产喇嘛转世灵童 遭中国政府强制失踪 届满29年的日子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当天就此发表声明 要求中国当局立即说明 跟蹲雀吉尼玛的下落以及状况 并允许他根据中国对国际的承诺 充分行使其自身人权 根据维权网星期五发布的消息 遭当局起诉的 乌鲁木齐中路纪录片作者陈品林案件 将于今年6月7号 在上海市保安区法院开庭 本台此间曾经报道 白纸运动期间 陈品林与一位女性朋友 在上海反对疫情风控的现场 拍摄大量的视频 在白纸运动一周年后 她将拍摄的视频 制作成纪录片 乌鲁木齐中路 并上传到互联网 2023年11月28号 陈品林在上海宝山区 被警方刑事拘留 当局指控她在网上 散布所谓 明知是编造的虚假讯息 转发引用 侮辱国家领导人言论等 2024年1月5号 陈品林被上海市公安局 宝山分局以涉嫌 寻衅滋事罪正式批捕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